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柯 我现在呢是在河南 今儿给大家讲故事呢 是关于我旁边田野间的一座皇帝陵墓 今儿咱们探访呢 就是后州的第二位皇帝 周世宗柴戎墓 在河南郑州新郑市的郭殿镇附近 有四座皇家陵群 分别是松陵、庆陵、顺陵和义陵 是由三座帝陵和一座皇后陵组成 这就是后州皇陵 今儿咱们探访的是庆陵 这牧主人就是被后世称为一代明君的柴戎 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庆陵的大门 现在这个庆陵前边的这个小皇座 应该变成了当地村的一个小公园了 因为在这个石狮子旁边大家看 这应该是美羊羊还是喜羊羊 小孩玩那个摇摇车 进入柴戎的庆陵 这神道两侧呢 有这些小石碑 这些石碑呢是刻着柴戎生前的一些历史故事 前面就是柴戎的墓碑了 在墓碑前面是有香炉的 这墓碑上写的就是周氏宗陵 柴戎地宫上的风土 这高度应该是在九米左右 在石碑上并没有刻写庆陵 而写的是周氏宗陵 庆陵是后洲四座皇陵中 至今保护最好的一座 最初这座地陵也是有一些地面建筑 但并没有像汉地陵或者是唐地陵 占地面积那么大 后洲地陵表现了后洲皇帝 节俭质朴的风格 到了明朝时期 当时给后洲皇陵包括庆陵 修建了围墙等建筑 但如今这些地面建筑 已经是荡然无存 从丰土前面呢 有很多座这样的石碑 根据石碑上的文字看 这些石碑基本上是来自于元朝 明朝和清朝 但是多数都是来自于明朝 这个石碑上写的是正德 这就是明朝正德年间的石碑 明武宗诸侯诏时期的石碑 这些石碑已经全部倒地了 从柴戎目前的这些石碑就可以看出 后人真的是对这位明君柴戎是非常的尊重 由于柴戎墓所在的位置呢 他是在河南郑州的机场附近 所以就不能给大家去航拍一下了 看一下这个风主的规模了 接下来呢 咱们聊一下这位墓主人 被后世称为一代明君的柴戎 柴戎他是后洲的第二位皇帝 如果他活的时间再长一些 就没有咱们熟知的宋太祖赵邝燕了 这柴戎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他的姑父郭威收养 这柴戎就是后洲的开国皇帝 这柴戎是一个特别仔细的人 当时这柴戎处在世翼的上升期 这柴戎是一直在帮助他的姑父 柴戎在十几岁的时候 就跟着别人往返江陵一带做茶叶生意 柴戎在做生意期间 学会了骑射读了大量的历史书籍 此时他比同龄人要更加的成熟 而且在处事方面也是更懂得分寸 柴戎在十五岁的时候放弃做生意 追随养父郭威进入军营 因为这柴戎骁勇善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到了951年这郭威创建后洲 成为了后洲的开国皇帝 但是他只在位了三年就驾崩了 由于这郭威在后汉为将时期 这后汉的皇帝把他的儿子全部给杀了 于是他只能让他的养子柴戎继位 柴戎当上皇帝后 考验他的时刻也到来了 这柴戎刚当上皇帝没几天 这北汉的开国皇帝 听到郭威死了非常的高兴 他完全没把柴戎放在眼里 后来这北汉联合起单 派大军开始攻打后洲 此时的柴戎决定要御驾亲征 虽然这朝堂上反对生一片 但是柴戎坚持带着大军出征 这场战役最终取得了大胜 从此这柴戎在朝中树立了威信 他的皇位这下也作问了 在这场战役后 柴戎进行了大改革 使得后洲大军的作战能力达到了钉峰 他也是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 当时他恢复了沦为形式的科举制度 他还军定田赋 奖励农耕 兴修水利 恢复草运等等 使得后洲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这柴戎也是一位先想自己不足的皇帝 他永远在想自己的错误 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中确实是非常少见 到了959年 这柴戎在位的第五年 他率领大军北上攻打齐丹 很快拿下三周十七线 对当时齐丹的震慑非常大 后来正要乘胜进攻的时候 这柴戎得了重病 于是赶紧返回都城 也就是现在的开封 不久后柴戎就驾崩了 年仅38岁 柴戎这一生呢 应该有一件最后悔的事 就是在驾崩前 他提拔了赵匡义 这柴戎去世后 他的手下赵匡义 最终夺了他儿子的皇位 自己成为了北宋的开国皇帝 这也是北宋啊 为什么众文轻武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柴戎十五岁从军 二十四岁白将 三十三岁继皇帝位 他政治清明 公正廉洁 南征北战 北破契丹 西拜后蜀 南崔南唐 柴戎一生的理想是十年开拓天下 十年养百姓 十年至太平 柴戎的理想可不是说说那么简单 他在位五年一共五次率领大军亲中 而且都是取得了赫赫战功 周始宗柴戎希望用三十年的努力达到太平 可惜历史只给了他五年多的时间 但是柴戎用了五年多的时间 获得了历史上最高的评价 北宋建立以后 用了二十年就完成了统一 这绝对是离不开柴戎为其打下的坚实基础 关于这个视频就拍到这 谢谢所有关注我的朋友 咱们下一视频 再见